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潜力都挖掘出来 这些东西不在明面上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却能够真正的提升战部的整体实力 软有些暗记在心 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掌门禀报此事 天环神壮丝毫不逊色于对方 战部的素质也是超过了对方 但是并没有把这些优势啊 充分的挖掘出来 如果双方相遇 转有先都不敢肯定 几方的战部能够占据多大的优势 结束吧 这种小卒子 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软有先自觉啊 已经洞悉其中的奥妙 便不想在这浪费太多时间呢 龙颜文言手上威势暴涨 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三个人 眼看将命丧当场了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醇厚温和的声音传来了 如此走了 岂不可惜啊 三个人精神陡然一阵 前硬生生的抵挡住了龙颜的攻击 只剩在怒吼的风声当中 一个枯瘦的身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步履缓慢 然而身法呢 却是极快绝伦 话音似乎还在远处 然而人呢 已经到了众人的面前 是啊 我们乌云海什么时候 变成随意地被人欺负的了呀 悠然慵懒的声音 带着勾魂射破的魅惑 一朵如同玫瑰般的女子 款款而来 狂豪的怒风却并没有掀起他那暗红子的衣裙 半点波澜 纵如 曾莲儿 阮有仙的瞳孔骤然一缩 龙颜呢 也自动地彻彻地战斗 退回到了阮有仙的身旁 无怪乎两个人如临大敌啊 莫云海的高手是各大门派重点打探的对象 曾莲儿这不用说了 这个修炼月亮神力的女人 如迷一般地出现在了琢磨身边 在大家还在摸索神力的时候 她已经神力小成 如今实力如何 无人知晓 宗儒之名呢 以前声明半点不显 然而当宗儒出死官 天生异象 震动了莫云海 这个消息 自然从各路探哨传播开来 当各大势力费心地打听 宗儒相关的情报更加完善 人们更是呢 嘖嘖称奇 宗儒出身微末 半路入门的野路子 很早便开始跟随左墨了 她对左墨那是极其的忠诚的 为了能够帮助左墨 毅然发下了弃佛死愿 从而修炼出愿力 而之后更是必死官 没有想到竟然能够出关 因此一夜就成为了左墨麾下的顶尖神力高手之一 只是一见尊如的模样 软耀先便知道 传言并没有半点的夸大 禅修由于修炼的法门不同 因此大成之时的迹象各不相同 但宗儒如此枯瘦的身形 偏偏眼睛却清澈而直指人心 人有先越发的凛然了 禅门虽然有对炼体极其重视 但一有心禅意说呀 往往说这位法门呢 视身体为皮囊 超脱之爱 只怕宗儒啊 就是走在这个路子 大人早说了会在这里遇到天环高手 没有想到果然如此啊 阮永仙听了心中一领 怎么 这对方认出来了 他脸上强笑着 天环 曾小姐 你难道不成把我们认成了是天环 哎呀 天环这等大派 只是我们这等散修能够高攀的呀 曾连二次笑非笑地看着阮永仙 并不说话 只不过看着阮永仙呢 心里边直发毛 打一打就知道了吗 宗儒的语气依然温和 没有半点烟火气息 刚刚醒些丧命的三人呢 此时激动莫名 这些跟随左末十日已久 虽然免不了沾染了几分小莫哥嘴毒的毛病 其中一个人嚷着 呦 这就怂了 废话 天环的小屁屁 遇到大师傅和大姐头 肯定被打得像狗一样嘛 第三个人冷不丁接口说 我们骂的是天环小屁屁啊 请不要自我带入 阮永仙只觉得一股恶气是直冲嗓子眼啊 他第一次生出如此强烈的冲动 恨不得把面前的三张可恶的嘴脸撕得粉碎 龙岩呢 那更是一点就爆啊 身形一动 便朝三个人扑了过去 杀气如实质 由若屏蔽起风波 轰然朝三个人扑上而去 这次出手啊 再也没有半点保留了 忽然他面前出现了一只枯瘦的手掌 很快 龙岩眼睛一眯 战意更胜 不退缓进 浑身的气势呢 竟然再度的暴涨 怒吼了一声 直接明亮的神纹陡人之间 从那拳头处亮了起来 蔓延到他的小臂 庆永的神力在神纹之内疯狂的流动着 丝丝缕缕的光芒啊 从神纹中浮现 以惊人的速度朝他的拳头凝近 龙岩的拳头幻化出了一个似龙飞龙的头颅 猛的张口怒吼 如龙兽丝鸣 众人是心头一震啊 宗如神色无面 骨舌的手掌轻轻一晃 竟然挥洒成了一片西雾 龙岩微猛无双的一拳 如同激热虚空 没有半点声响 在众人的眼中 却好似龙岩这一拳呢 被宗如的手掌吞噬了一般 狂暴无比的力量 汹涌宛如实质的杀鸡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刚才还怒涛冲天 转眼之间 便风平望静 虽为诡异的是 龙岩的拳头和宗如 哭手无比的手掌 好似是粘在一起 龙悟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呢 竟然会有成为俘虏的一天 而且这一天呢 来得如此之快 让他没有心理准备 而且上万年来 唯一一次栽根头 竟然就栽到了一个 如此歹毒奸花之辈的手上啊 那些残忍无比的刑罚的名称 光听着 龟悟统便如坠冰枯浑身发冷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阴狠歹毒之人呢 可怜的家伙 在左末腾出不停的威胁之下 最后一点侥幸之心已经是烟消云散了 现在啊 他是老实无比 左末问什么 他就答什么 这一次 左末才弄清楚了许多事情 鬼屋童当年呢 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作为整个鬼屋部落那一带的最强者 他在当时也呼风唤雨 可是天有不错风云呢 人有旦夕祸福 他祭练乌远归的时候 不小心的 成哥魂魄竟然被吸入其中 失去肉身 却让他误得误海之法 从此之后永生不灭 乌远归虽然是威力大长 他心中悲愤 虽然不肯认着 任何一个想得到乌远归的人 都被他打成主伤 然而没有想到 他最终落到了图腾魁场的 创始者的手上 这次啊 换了他 被打得服服帖帖的了 最终他的主人呢 把他放在物殿 驻守这个物殿了 随着主人的陨落 而图腾魁场关闭 他便被关在了图腾魁场之内 好不容易看到有人闯入物殿 顿时就来了精神 像当年呢 物殿一直被认为是 最难通过的殿 没有想到 哎呀 真是没想到 竟然落入此贼子之手 他心中是悲愤莫名 左墨呢 却是惊喜无比 从鬼物童的口中 他终于知道了 手上的青丝来历 青波贤 远古义务之一 通灵之木 天地孕育而生 他的物种和起源 无人得知 仅知道可以生长 他每千年 不过长半里 这根七里长的青丝 那起码是生长了 一万四千年啊 听了左墨爱不释手 哎呦 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啊 除了青贤波 左墨次良还免不了问一些 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这图腾魁厂的布置 哪里有危险之类 只可惜啊 魁悟童那个家伙 明显的是个宅男 而且呢 还是宅了上万年的 超级宅男 除了物店这一亩三分地儿 其他的地方竟然从来都没有踏足 当然了 这货呢 为了显示自己还是有几分人脉 说其魁厂内其他大佬们 神交已久云云 神交已久 琢磨差点破口大骂 一听就知道啊 没什么交情 这货肚子里的东西 差不多榨干净了 怎么办呢 留着也是个麻烦 说不定什么时候 给咱们使个按半子 还是杀人灭口比较方便啊 琢磨望着扑腰和胃 魁悟童一个咆哮 血白的小脸刷的就白了 别杀我 别杀我 杀我 你们可就真出不去了 嗯 难道说你刚才供出的法诀是假的 琢磨的脸上顿时杀气腾腾 鬼巫童一将面若死灰 难道刚才自己竟然把法诀也供出来了 想到刚才被琢磨连番恐吓 威胁 哼哼恶恶当中 到底供出了些什么 他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还是杀了好 不要看也不看鬼巫童 目光充满欣赏的看见着漫天的雾海 这雾眼龟倒是不错的地方啊 话里那纠战雀巢之夜流露无遗 外野笑眯眯的 嗯 甚好 甚好 鬼巫童完全的被吓傻了 不要不要 你们不要杀我呀 昨末居高临下 沐云海从来不养废物 没什么价值 我干嘛要留你这条命呢 价值 鬼巫童如同抓到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他一个机灵 盲目的地地说 哎 我有价值 有价值 我有价值 真的 哦 有价值 那你说说看吧 昨末天对方入套心中暗息 脸上可就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了 我愿意将鬼巫不落的物神诀奉上 怎么样 物神诀 比太阳神诀怎么样啊 昨末心里却在想 嗯 倒是可以给野灵 想必有用 鬼巫童一愣 过了半晌 他摇了摇头 呃 昨末掩然一副不屑的嘴脸 鬼巫童一咬牙 小人愿意 公大人驱使 昨末眼睛一亮 虽然这两位也可占物眼规 但是这物眼规啊 是当年小人练剧之物 两位虽然说也能发挥一定的威力 但毕竟功法路子不同 无法发挥出物眼规的真正的威力啊 昨末呢 早就在这儿等对方了 他故作沉吟 嗯 你看 这 这话是什么说啊 这物眼规的威力呢 我也觉得还可以 不过 你若顿如雾海 小爷儿我 那岂不是人才两空了呀 鬼巫童被小木哥这句 人才两空说得冷汗直流 小人愿意留下大人烙印 只要说大人用此神节 留下静置 小人呢 便极无可能逃离了 左末接过着鬼巫童的神觉 扫了两眼 便似笑非笑的看着鬼巫童 鬼巫童被左末看得直发心啊 是心惊肉跳 这上天嘛 有好生之德 你既然有归顺之意 小爷我这种好人 自然顺应天意了 左末笑眯眯的看着鬼巫童 不过你这法觉嘛 过于复杂 小爷其实不需要 小爷的定破神光更为简单啊 鬼巫童听到定破神光四个子顿时是呆入木鸡 怎么 你不愿意 小木哥阴森森的 鬼巫童 欲哭无泪 但他也知道啊 此时容不得他再犹豫了 眼前的这小木哥啊 绝对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辣角色 愿功大人驱使 那头便败 这心结一气 反而是说不出来的顺畅 想当年 他前任主人 也不正是如此的诡诈难测吗 而且看到主人身边高手如云 本身修炼太阳神力 又有青波玄这样的重宝 如此人物放在万年前 那也是风流当代啊 能够在这等人物手下奔走 自己说不定 还能重新恢复真身 随不同顿时啊 心中火热了起来 头顶雷声轰鸿 耀眼的银色电蛇 不时的滑破天际 此生彼灭生生不息 尾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 他的目光直视前方 步履坚定 宛如雪流利的眼睛 充满了斗志 在他身后 五名铁卫一步一去 他们看着前方挺直如剑的身影 眼中尽是尊敬和崇拜 被送到雷电的铁卫数目最多 有五人之多 五人一路啊 小心翼翼 没有想到遇到尾声 所有的人都顿时松了一口气 左墨的主意完全打破了 没有人数上优势的铁卫 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出战阵的威力 铁卫在图腾魁场的处境 就变得极度的危险 好在说 他们遇到了尾声 尾声在墨永海啊 有着超然的地位 并不仅仅的是因为 他是左墨的大师兄 尾声的声望 完全是他用他的剑 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 如今的尾声 早就不是当初啊 那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了 他被看作是整个天下 潜力最大的建修之一 连林迁这种人物 那也是赞不绝口啊 无功建门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 他培养一个有资格逐入天下的一方之主 培养出了一个能在修者十大战将中 作文第四法交椅的杰式战将 他培养出了一个 有资格问鼎建道至尊的杰式建修 倘若说再加上淳于成罗黎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默默无闻的山野小门派 竟然裂开到了这个地步 尾声啊 已经用他的剑 奠定了他的地位 这种地位就连建修圣帝昆仑 也不得不承认 尾声忽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一个睽睿的身影 出现在了前方 一至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五百 不得不承认